哥哥自殺前求見被他 白龍王說,幫不到他 娛樂許不少人都信白龍王 他們每年搶著去泰國 向白龍王問津 但白龍王對藝人和市民 都是一視同仁的 只會接見有緣人 有傳03年,哥哥自殺前幾個月 因為受到情緒病困擾 哥哥聽朋友建議向白龍王請教 當時惡少做中間人 安排白龍王來香港 但到了見面那天 白龍王忽然距見 說幫不到哥哥,渡過難關 在圈中 白龍王特別疼華仔和惠仔 聽說惠仔,當年見白龍王 他就叮囑惠仔 不要拍跳樓的氣氛 說一定會受傷的 嚴重的,還會有生命危險 怎知道回香港 賭Sir只是找惠仔 拍有跳樓氣氛的氣 但惠仔緊記指引 不願親身拍 結果替身真的受傷 之後惠仔就心上白龍王了 但聽聞惠仔多次帶來嘉玲同行 雖然白龍王不喜歡嘉玲 仍然指點惠仔 在家擺陣防篇桃花 還建議惠仔 46歲時去不單結婚 希望他們結婚幫到惠仔的事業